各位美爱的伙伴晚安 参加我们这一次level up全球竞赛的线上课程 好那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线上课程呢 现在就是只提供给有参加竞赛的伙伴 那当然有很多伙伴在问我说 那如果我没有网络中心 我可以参加竞赛吗 好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没有网络中心 你要参加竞赛也是可以 但是呢 你的这个成绩呢 就完全无法计算 因为我们就没有你的网络中心后台 来计算你所销售的产品啦 还有你所销售的这个 这个会谈的部分的数字 好所以呢 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您目前有知道团队内有伙伴 是其实是有在经营网络中心的话呢 其实蛮鼓励他参加我们现在的这个竞赛 那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那工商宣传广告之后呢 我们要来谈一下今天的课程 前两周呢 跟大家复习一下 前两周我们是一个预备课程 第一周我们讲的是我们的这个竞赛的方式啊 然后第二周啊 我们讲的是有关于我们5C的一个复习 好 那这一个礼拜开始呢 已经正式进入的竞赛 从3月1号开始 你所销售的网站跟你所预约的销售会谈会全部纳入计算当中 好 所以有参加竞赛的伙伴呢 请加紧脚步赶快来看看这4个月你要怎么样去执行 你应该要执行的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谈网站这件事情之前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呢 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要先了解到底为什么要做网站 好 那做网站的原因跟实际上怎么样把一个网站做好的目的性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是刚开始进行网络中心的伙伴呢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的去理解一下为什么 当你去谈事情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角度或用什么样方式去跟老板交谈会比较好 因为一般来讲 当然老板想要做网站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性 就是他想要赚钱 好 那行销无非就是一定是要去接更多的订单 有更多人知道他嘛 那就像我先前在线上课程讲的 你开一家实体店 就算你不打广告 每天有路人经过 大概也有人知道你开这家店 可是你在网路上开一个网站 开一个网店 你都不去宣传 你也不做任何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不会有人知道 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想要先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数位行销 如果有以前有上过我线上课程 伙伴可能有听过 我自己是念大众传播的 那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其实都要学 所谓的广告学 然后我们 在那个年代呢 我们都要去学 在什么样的频道啊 什么样的频道啊 去下广告 我们都要去学 我们会要了解 报纸广告 电视广告 还有我们的广播广告 过去我们做的这些传统的广告行销的模式 移植到数位的空间 移植到这个虚拟的空间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 从2000年有网路开始 然后到有了我们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到了我们在台湾 基本上你办手机 很多人都会用所谓的网路吃到饱 他不一定会办通货 但他会办网路吃到饱 那像最近呢 其实被炒的一个很火热的话 也就是5G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 这一些跟网路有关的 相关的这个 产业也好 或是技术也好 一直在不停的更新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消费者就是活在这些 虚拟的世界里面 所以什么叫数位行销 其实就是 透过数位的方式 透过虚拟的空间的方式 去把你的产品 或服务行销出去 好 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基础观念之后呢 其实 我想在线上的伙伴 对于这张投影片上面 所要陈述的事情 应该都很有感觉 我刚刚讲了 今天就算我坐在电视机前面 看电视 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可能都在滑手机 好 各位去想想看 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告诉你 大部分的消费者都跟你一样 好像我自己的 我大概有一半的时间 也都在滑手机 我在哪里 滑手 我在看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不是在看脸书 我在看Pinterest 就是这个社群媒体 好 所以其实 我们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为什么数位行销 现在变成一个所谓的显学 或是相较于 我们过去讲的 传统的广告频道 已经没有人在谈论那一些了 那你会发现 有很多大型的广告公司 他们也开始成立 这些所谓的数位行销部门 甚至于一直在脸书上打广告 我想各位可能都有看到过 就是因为 现在的消费者 都活在网路世界里面 在不管在某一种程度 或某一种形式上 其实我们都是在网路上消费的 我们看新闻 交朋友 做研究 找产品 找服务 找资讯 对不对 好 所以像呢 我自己呢 在看一些国外影集的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什么耐心的话 其实我就会开始滑手机去找 网路上在讨论这一部戏 或这一部剧的一些事情 刚刚讲的 其实现在人 真的已经脱离不了 网路这件事情了 所以 我们也好 商家也好 我们真的都要来学一学 到底要怎么样 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我想要做的行销事情 可以在网路上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 甚至于做一个最好的 找寻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好 所以 在我们真的在跟人家谈网站之前 我觉得我们自己真的要非常的了解 其实 我在今天在上课之前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式 可能大家听听看 你又没有比较容易理解 就像我要盖一个房子一样 我可以把一个房子盖 盖一个非常方整的空地上面 这个房子盖的美轮美奂 可是呢 我卖不出去 因为我根本没有做广告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地方 盖了一个房子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假设我是一个路人 我经过这条路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说 这里有在卖房子 所以你会发现 房地产商 其实也开始在网路上做广告 因为他们要开始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会对这个产品有兴趣 所以一样的 网站只是盖房子的一个地基 重点是你这个房子盖好之后 你必须要透过 搜寻情优化 你必须透过行销 透过部落格 透过社群媒体 透过各式各样的一个分享 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你在哪里 这就是数位化 它必经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我有时候我们的观念 真的要有一些改变 不要再觉得说 我要去告诉别人 我们的网站有多厉害 我们的技术有多好 我们的购物车有多厉害 其实这些对老板来讲 意义并不大 是因为他也不懂 他也不知道你到底厉害到哪里去 如果你今天可以一天帮他 承接100张订单 他可能才会觉得你真的很厉害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当我们在经营网络中心的时候呢 我们要开始慢慢扭转 我们自己的观念 也就是 其实它是建筑在一个网络行销 有一个成功的网络行销方案 其实你的网站才有可能被别人看见 你在网络上做的所有的事情 才有可能被别人看见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在我们今天上课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当然其实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外面跟别人谈网站 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伙伴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会跟 很多老板会跟你讲说 那一家很便宜 那一家很 那一家东西 没有像你们报价这么高 为什么你们报价这么高 很多伙伴听到价格这件事情 可能就可能会先 就会自己先打退堂鼓 老板都思在问你而已 你自己就要先打退堂鼓 那在这边呢 我也趁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当对方在跟你讲价钱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太紧张 因为为什么 你自己是消费者 换一个角度 的时候 你也会去用价格去衡量 可是等到你真的是 很想要这个商品的时候 你是会真的仔仔细细去研究 到底这个商品适不适合你 到底这个商品的贵 是贵在哪 优势在哪边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请大家呢 遇到这种所谓比价的时候 不要太紧张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重点是 你要怎么样去引导这个消费者 引导这个老板 去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去思考 他现在所看到的产品 跟他要的东西是不是有一样 好 那我们先来看呢 便宜的网站会不会有效 我跟大家讲可能会有效哦 好 为什么呢 重点是一个有效的网站 他能够呈现 完整的去呈现 这个品牌的形象 这个品牌 他所要表达的事情 好 我们常常在讲品牌建立 品牌建立 所谓的品牌建立 其实就是 你这个品牌 带给人家消费者的印象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你看到 我最常觉得是像 看到可口可乐 这么大品牌的时候 你有什么印象 你会觉得 可能在欢乐的时光 或是在大家相聚会的时候 或是在吃火锅的时候 就大家在聚会的时候 你要喝的一个饮料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他的品牌形象 那我在讲 像你看到高单价的商品 你看到Tiffany的广告 你看到Chanel的广告 那你看到这些广告 你会有什么品牌形象 你就觉得他是一个高端精品 好 第一个 他的售价本来就比较高 他的代言人也很贵 都是一些明星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 其实这一些就是所谓的品牌建立 那一样的 中小型企业 他不能建立他的品牌吗 他还是可以建立他的品牌 怎么去建立呢 当然第一个 你呈现出来给人家的印象 跟你想要呈现的质感 是什么样的感觉 像我们常常在聊天 讲的 这个品牌看起来很有文清风 好 这个品牌看起来很有 什么就是极简崩 好 讲到文清风 跟大家讲个笑话 我们同事前几个猪脚饭 然后呢 我就看那个包装 我说这怎么看起来不像猪脚饭 大家想要猪脚饭 就是便当盒嘛 然后装起来 打开就有你 就他那个猪脚饭的盒子 其实是直立式的 然后呢 就外面也没有什么 看不到什么酱油渍啊 然后就看起来很干净 我说 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猪脚饭 我说 哇 这猪脚饭看起来怎么这么 这么不一样 他说 对啊 这猪脚饭走文清风 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 对 猪脚饭也可以走文清风 那就是看你怎么样去设定 你自己的产品的形象 跟你整个的 所有周边商品 包含你的网站 你的文学的一个形象 所以当你品牌形象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 接下来你就应该要让顾客可以看到他所想要看到的东西 我再举刚刚猪脚饭那个例子 好 我看到了他的包装 我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就会去看他的 他的那个包装的样式 我就跟同事借了他的便当盒来看 然后就说 哦原来他怎么装 所以你会发现 我就会开始 对于这个品牌产生兴趣 然后我就会开始去研究说 哎 里面有没有一些我想要知道的资讯啊 然后比方说他菜单长什么样子啊 或者是说 哎 他这个包装看起来很特别 然后他的其他的周边商品长什么样子 那 一样的 网站的呈现的方式 也很重要 网站的技术在高端 你的网站内容没有办法 平易近人的 让消费者很清楚的去看到你在卖什么 那你做的这个网站 大概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好 所以 我们这边有几个很重要的元素 要跟大家讲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消费者进到你的网站里面 他要很方便去浏览 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 先不讲 那个手机版 我知道现在在台湾有非常多网站 其实都已经是可以做到 那个手机 就是在手机装 手持装置上面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大家已经很少很少很少有网站是做不到这种事情 现在大部分都有 可是呢 大家去观察一件事 像你在华别人的网站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他的资讯是不是很好找 他的内容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到 我刚刚讲了 先不要去管技术好不好 你先去管 到底我有没有真的呈现 完整的资讯给消费者看 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比较重要 所以他的网站是不是有 够不够视觉化 是不是手机有善版 然后就是手机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访客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他的资讯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用别人的网站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试试看 或是像你在帮老板做研究的时候 你自己也可以先看看 他现在有的网站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 到底对于消费者来讲好不好用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友善使用的一个说法 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 就是一个UI所谓的UI使用者界面的 一个友善的一个说法 那么当然呢 我想盖一个网站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去吸引客群 那这个客群就包含你的 那可能你现在找到的业主 他也许是全新的网站 他是一个新创业的新的事业 那也许他过去曾经在别的平台 或在别的地方 他有在经营这个网路的生意 只是他现在想要把这些资源 整合到一个平台上面来的话 那他就也必须 把他原有的就有的客户 可以把他引进来 到他现在的这个网站 所以这一些就是 我们帮大家统整出来 什么叫做有效的网站 有效的网站不是说 你盖的多漂亮设计的多漂亮 重点是你的使用者 有没有觉得他很好用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 手机版啊 响应式版型的一个重要性 那我想 呃 刚刚我前面讲了嘛 好 那我以前在学校学的 就是传统的 呃 行销广告的一个通路 但到现在来讲 所谓的迁徙世代 现在都已经 呃 将近 要 呃 呃 2000年出生的小孩 现在大概已经快20岁了 对 都快20岁了 那这一些所谓的迁徙世代的人呢 当然 无论日夜都带他们的智慧型手机 我想这件事情 你身边只要有 大概17 8岁的年轻人 都会看到 像我侄子就是这样 真的 他看电视的时间 大概 没有他看手机的时间 多 好 他看手机的时间 多 非常的多 好 那年龄在18到49岁的成年人 有85% 会在同一时间 使用不同的一个装置 那像我这个18岁的成年人呢 对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我们在 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其实我就从事在滑手机 很妙吧 我明明就在看电视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要去滑手机 而且我就是去看一些 我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或是去找一些 我想要找的一些图片 好 所以呢 我想手机很重要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不用 也 我想大家都已经体认到了 那再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其实 在 消费者行为的活动啊 也是 我们在跟老板讨论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台湾的老板 他想要做一个网站 他的目的只是觉得 我觉得好像盖一个网站 来卖东西 还蛮有趣的 可是他都没有去想好 后面他要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他投入了这个所谓的 电子商务的一个生意里面 他有多少事情要做 所以这边呢 其实我们自己学会了这些观念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在跟老板谈这一门生意的时候 也要把这些观念带给老板 那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张就是在讲我们的消费者行为 你的消费者在哪 你就应该去哪里做广告 行销就是这么简单 好 所以呢 81%的购物者在进行重大购买决定前 会进行线上搜寻 好 我想 我也是那81%的人 好 我要买东西的时候呢 我也会去做一个线上搜寻 以前有听过我线上课程的伙伴 都常常听到我举一个例子 我买电子锅 我想要买电子锅 那跟大家讲 过了半年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去买 因为我还没有决定要买谁 好 然后呢 厨师机 好 我买了 厨师机 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好 所以消费者行为就是这样 现在的消费者呢 要搜寻网络的资讯太容易了 他随便上去Google 他都可以找到 那再来 在全美国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市场的统计里面呢 其实手机的购物呢 是增加了30% 我想其实这件事情 不管是在美国或全世界都一样 在台湾也是一样的 很多大的品牌呢 其实他们也开始选择 透过网络的方式 在做行销 包含像有一些 平安心跟大家讲 前两天放假在家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部落格文章 然后我就被洗脑了 然后呢 我就去买了那个东西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其实消费者就是这样子 你的消费者在哪 你的广告 你要做的行销就在哪边 好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了一下 是说 为什么这一些网站 你看这些网站做出来是 所谓的很清楚的 我们不要讲说是真的非常有效 但是它非常清楚 像这种所谓响应色版 你觉得它可以应用在各个不同的装置上面 好 那这个范例呢 我可能有知道的伙伴人也知道 这是我朋友自己的网站 他也是网络中心做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整个的形象就是很清楚 因为我这位朋友 他就是做海鲜进出口贸易的 好 海鲜进出口贸易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形象网站 那他也可以 他有做两个语言 中文跟英文 那另外这一个呢 是最近网络中心完成的一个网站 我特地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 其实这个老板呢 据我所知 他是第一次创业 好 那当然就是说 他想要在网络上卖视频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卖视频这件事情 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做 好 所以 就是网络上 在网络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 好 大大小小从头到脚 只要是女生的东西 在网络上都可以买 而且大家都会买得很开心 好 那像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耳环 跟一个视频的一个网站 那 他的形象 其实就是还蛮清楚 当然就是追求一个女性 独立自主的一个形象 那 对于一进来之后 对他商品有兴趣的这个人 他就当然可以直接进到 他购物车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购买 那这个呢 也其实是我们设计中心的一个作品 好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设计中心的作品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点是说 当然在台湾呢 我们是属于 大家有听过的话 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科系岛 所以我们的工程师啊 网页设计师啊 特多 好 那我跟大家讲的是说 其实运用设计中心的好处是 设计中心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员 那他们最清楚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平台 去做最大化的一个呈现 那利用 能够很快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网站做起来 这是运用设计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平台的特性 所以我们的设计人员呢 也是可以针对我们的平台的特性呢 去帮你的老板 帮你的业主去做一些很好的影像的呈现 那我像我刚刚就一开始跟大家讲嘛 现在消费者一天到晚在网路上搜寻 然后资讯这么多这么爆炸 你的商品或是你的品牌形象 如果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让消费者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的话 其实人家对你的印象就不深 那人家对你的这个印象也不会太 也不太会记得你这个品牌 应该这样讲 好那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 整个你的整个网路商店也好 你的整个网路形象的一个呈现 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好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内容行销 好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第一 你的网站要吸引人 你的品牌形象要清楚 然后你的里面的一些界面啦 或是你里面的一些资讯的摆设跟配 摆设跟配置的部分呢 要很清楚 这是让消费者可以在第一时间能够对你有印象 对不对 好再来 他进到你的网站之后 怎么样把他留在你的网站上 那就要看你的内容了 假设你的网站里面都没有内容 然后都是就是一直很多很多图片 对很吸引人 可是你没有办法把他留住的 因为消费者进来 他就是想要去看你到底在卖什么 你到底是谁 你在做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提供我想要的资讯 好 所以呢 像我自己啊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网路广告 那如果我真的对这个商品很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第一件事都会去搜寻他的网站 我会想要进去他的网站里面 看一看他在卖什么 那他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看 好所以呢 你的内容就非常的重要 内容包含你的图片 你的文字 你的产品叙述 你的想要呈现给人家的一些消费者的消费资讯 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内容策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统计呢 47%的购物者会在与销售人员联络之前 阅读3到5折的相关内容 大家觉得为什么 你可以去想想 你自己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在真的去找消费者 找销售人员之前 你是不是真的会去找一些相关内容 我会 为什么 我会想要去看一下 别人是怎么评价这个商品的 或是别人是怎么评价这家店的 那我决定好了之后 我觉得好像还可以 那我可以打电话去那家店里面 问问看 他这个商品是怎么样情况 好 所以呢 我还是要再讲一次 again 这些就是消费者行为 你没有去了解这些消费者行为 你很难知道 到底你的行销策略 应该要怎么下才是对的 好 那再来 96%的B2B采购者 会想进一步 业绩研究的看法 为什么 当这一些所谓的B2B的采购者 在采买公司所需要的商品 或是 样料的时候 他当然也想要知道说 其他业界的人 对于这一个料品 或是对这样子的一个 我要采购的内容 有什么样的评价 好 所以你看 不管是做B2C的 做B2B的 这一些所谓的内容参考的 这个策略跟内容参考价值 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 经营内容的部分 除了网站的 这个资讯 有没有足够之外呢 另外一个 我想部落格这件事情 对大家都不陌生 在台湾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部落客 在经营他们的部落格 然后也透过他们的部落格 再接所谓的业配文啊 广宣稿啊 或者是做一些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行销的事情 好 但是呢 我们也是要来跟大家讲 如果说你接触的这个产业呢 它是适合在部落格里面去 文章的话呢 其实经营部落格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因为啊 我发现其实还蛮多业主 很喜欢用脸书 那用脸书其实没有不好 但是他们会把一些个人的评论啊 或漏漏长的一些心得啊 写在脸书上 我个人家里面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老板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行为 那 有时候呢 他当然是要 想要宣传他的理念跟概念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 他放那么长的文章在脸书上面 其实 嗯 我发现那些文章的触及率啊 或是那些文章真的被阅读的几率 还蛮低的 好 还蛮低的 因为老实讲 社群媒体就是大家在那边 寻找一些欢乐的地方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假设你现在接触的产业 它是有蛮多的资讯 或是蛮多的讯息 呃 它的内容比较长 或是比较多 或是甚至 那我会建议大家 去经营部落格 好 那部落格呢 就是你可以去抒发 用文章式的方式 用主题式的方式 去教育 你的消费者 或是分享你的一些内容 甚至于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产品的开箱文啊 试用心得 其实这一些都可以透过部落格去做经营 好 那当然 部落格的内容呢 也是会被搜寻到的 也是在搜寻上面来讲 也是会搜寻到的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前面一个消费者的行为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看到一个新的商品 一个新的品牌 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我如何去决定我要不要跟你交易 当然第一个 我先看网路评论 很简单吧 我先看大家对你的评价怎么样 第二个 可能我先去了解一下 你这个商品到底 呃 制作的方式是怎么样 或是你的特色或优势是怎么样 那我很有可能就会去看你这家公司 有什么部落格在分享这些事情 好 所以呃 其实部落格很多老板会觉得很麻烦 很多内容写 可是不要忘了 这边才是你真正在跟我们讲的 跟你的消费者搏感情的地方 因为你能够把你真正的理念跟想法 透过文字的部分呢 去传达给更多的人知道 好 所以呢 呃 综合以上我们这一些讲的这些元素 或是一些方式 或者一些透过消费者行为 我们分析到了一些可以用的工具之外 你会发现 真的在现在这个年代 只做一个网站 是不够的 我刚刚一直讲了 网站只是盖房子的一个地基 如果这个房子要盖的很很稳很漂亮 你网上其实是要靠这些行销 来把你的网站的这件事情带上去 不然的话呢 我刚刚讲你盖的再漂亮 如果你这一个房子都没有人看见 你盖的在华丽 你的技术再怎么样先进 那还是没有用 因为就没有消费者看到你的东西 好 所以 我希望各位在跟很多业主 或是你在跟 我们自己要先有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 如果你是要做网路这门生意 那我们先来看看 请销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做 而不是一开始就先问他 你要不要做网站 好 我想已经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在做一个所谓的销售的一个手法 而是我们应该问问他 你想要怎么做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怎么做 好 你可以怎么做 那就网路中心来讲 当然我们一直不断在强调 就是说我们除了有网站之外 我们也能够帮你维护你的网站 我们也有社群媒体的一些工具 还有一些数位行销媒体的产品 可以来帮助他把后面这些事情做好 好 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 好 所以呢 等 讲到这边 其实我们还是要重新再去整理一下 我们的整个产品的面向 还有我们能够提供给业主的方向 跟我们能够提供给业主的资源 有哪一些 当然就是一些专业性 我们的安全性 维护等等的这一些合作的一个关系 跟网路 那讲到这一张呢 我刚刚一开始有讲了嘛 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平台 尤其这一两年 简直就是 雨后春笋班一直不停的冒出 那这些平台呢 我个人在看呢 他无非就是强调 价格啦 这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强调 他可以跟美安合作 第三种呢 就是强调说什么 他有名人的加持 讲到这边 大家都知道我在讲谁 好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看不到他到底要买什么 好 但是他就是猛打脸书广告 好所以呢 我们自己了解我们整个市场的面向之后呢 其实我们真的要回过头来想一想 当我们被比较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这些所谓的竞争者的比较分析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 大家也要做一些功课 去了解一下各个竞争对手 他们的一个做法 那我这边也跟大家讲我过去啊 如果我要做竞争对手研究的话 我根本就是假装是客人去跟他接触 我看看他的业务员会跟我说什么 那我大概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卖法 他们或是他们强调的方式是什么 那我在跟大家讲一个 像有些平台他强调说 我可以跟美安合作 可是我就会去问那些平台说 那除了跟美安合作之外 你们还有其他的行销模式吗 所谓的行销模式并不是指工具 工具我们也都有 但是重点是 他的工具整合运用 到底做到什么样程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要引导老板去思考的一个点 好所以呢 讲到我们的工具的加速 我想在线上有蛮多伙伴 我现在看到有一些都是很熟面口的 那可能你们经营网络中心 也很久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你是刚刚才开始经营的 也不要紧张 因为其实这一些功能跟工具呢 其实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销售会谈 让我们的产品专员呢 可以来帮你做一个更多的 那重点就是你自己要能够有一个 很清楚的认知 我今天在代理的不只是一个网站而已 而且我也不是这个网站的公司的业务员 我自己是在经营一个平台 我在经营一个生意 这个只是我的生意当中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我现在的手上的这个产品 可不可以帮到你 如果帮不到你 也许可以帮到你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在经营网络中心这一块呢 我们自己要保持很高的弹性 而且我们自己的高度呢 也要拉高一点 因为我刚刚前面一开始讲 你不是个业务员 你也不是网络中心的业务员 你是一个超联所事业的事业主 这只是你其中代理的一个产品而已 好那如果有遇到有适合的人选 他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产品来解决他现在的问题 好那么当然呢 呃我们的这个基本月费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分成六百四啊 还有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维护管理月费 跟协助管理会员的部分 你的老板或是你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没有关系 我刚刚讲了 不要紧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销售会谈 请我们的专员呢 来详细的跟你的老板说明 这三个管理会员制的一个差异性在哪边 好 那另外当然我们刚刚讲 其实你在设计中心上面呢 我们刚刚前面说了 网络的形象的营造 其实不只是透过你的社群媒体来营造你的网络形象 更重要就是当你真的决定要做一个官方网站的时候 你这个官方网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你呈现 你自己的网络形象 以及完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好那当然我们的设计套装里面的服务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 我刚刚也跟大家讲 不用紧张 好如果你真的你的老板他想要认识一下 我们的设计套装 甚至于我们的版型的话 这个你也可以透过销售会谈 来请我们的专员来做一个介绍 好那我们的这个设计中心的部分呢 其实相关的资讯呢 各位也可以从 mawebcenters.com这个网站 进去 网站设计这个地方呢 去找到我们设计中心的一个连结 好那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 预先的功课的一个准备 那电子商务工具的部分呢 我想我们现在电子商务的工具 已经多到 其实我自己都有点记不住 所以一样的 好你不要那么不要紧张 觉得每件事情都要去了解 你只要知道 我们的电子商务的工具 其实有这一些功能 那如果说老板对于销售上面 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他都可以透过我们的销售会谈 去进一步的去了解 我们有哪些特定的工具 或是有哪些比他想象中 更好的工具 可以来帮助他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一直强调 我们无限的魅力 像其实今天下午在下班前 我才刚好跟 网络中心的技术部门的主管 再聊一些我们销售会谈的一些 加强更新服务的部分 那待会我也会跟大家讲 那其实呢 这些无限的魅力呢 做这一些所谓产品比较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上去的部分 因为你会发现 有一些平台啊 其实老实讲 我还真找不到 他们到底 可以扩充到什么样的境界 或者是他们的储存空间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境界 所以 有些根本就没写 那甚至于有一些平台呢 我上次在UFO班 有跟大家提到一个 蛮有趣的事情 像有些平台会去强调 或是去用我们的logo嘛 那我就是负责去跟那些平台联络人 我就会告诉他说 我们没有授权用logo 机密的logo拿下来 我真的曾经遇到一个平台 我翻遍了他的网站 我找不到他的联络方式 所以呢 我当时就想 哇我如果真的是老板呢 我可能疯掉 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要找谁呢 我连联络方式都找不到 那更何况 我们有24小时的客服 不管你几点钟打去 我们都有人可以接你的电话 好所以 一样我再回到 大家讲了 在做产品比较这一块上面呢 不要因为一开始听到价格 就被打败 你要稍微冷静一点 然后呢 把这一些我们所认知的这些功能 跟技术面的部分呢 都把它放到我们的产品比较里面去 好 那么我想其实 前面讲了这么多 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 去整理你现在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后去整理你现在要怎么样 重新的再去跟这些业主 交谈 或是准备好跟下一个业主去做交谈 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呢 还是去了解它的需求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 一个再厉害的技术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它的问题呢 它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性 它也没有购买的必要性 我也不会叫这个老板买 因为我觉得我帮不到你 所以一样的 你要透过咨询这一个步骤 去了解到底我跟他之间 有没有可能产生连结 或是我们的产品 到底有没有 解决它的问题 所以咨询这个关卡是非常重要的 那透过这边的咨询呢 你才能知道说 到底我的产品 可不可以帮到它 可不可以帮它解决它现在的问题 好 所以呢 在我们课程结束前呢 其实在去年啊 我们有访问了这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吃吃喝喝 那它是我们网络中心的顾客 那我是有去访问这一个餐 这一个甜点店的老板跟老板娘 他们两位非常的可爱 而且一坐下来聊天的时候 老板娘就只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虽然我有实体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的行销 真的就是要在网络上做 他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非常的清楚 因为他知道 现在人都在网络上服务 不在店面 不在路上走动了 好 所以呢 他就 我们就开始聊了这些 有关于数位行销的一些概念啊 还有他的一些经营的这个想法 这一段的访谈呢 我们也把它剪了成了 大概两分多钟的一个访谈 放在我们美安台湾公司的YouTube 官方的YouTube上面 那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 这一支影片的主题叫 当法式甜蜜遇上网络创业 我觉得其实 像今天的课程 我觉得真的主要 就是观念上的一个简历 就是我们自己 到底是用什么样心态 用什么样角度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面对我们的业主 那面对他们的问题 跟面对他们所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那当然我觉得 我们自己也要很清楚 我们自己现在在做的是 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你现在在做的是一个 数位行销顾问 所以你不再只是一个 网站的一个业务人员 或是网站的工程师 好那像这个呢 先前这个也是我们网络中心的一个顾客 那么当然他就是原本是一个旧版的网站 那后来呢 透过我们的网站呢 帮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画面的呈现 就是一个在中部的一个 这个叫做旅游观光的景点 好旅游观光的景点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再给他看一下 你会发现你看这是旧版的网站 还有一些那个flash 大家知道因为现在flash根本就 在很多手机上根本就不支援了 好然后呢 你看我们帮他改版之后 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楚 而且他可以做到就是让一些观光 对不起观光客 甚至是旅游团 去他那边参观跟观光 好那现在这个案例呢 是国外的一个网站 叫做这是一个游泳学校 好那你看其实 这一些所谓的才艺中心 或游泳学校来讲 他们也是需要做宣传的 那像这个案例就是 他本身在美国 他有两个不同的经营地点 好你看现在在台湾 也是会有一些才艺班啊 比较大的型的才艺班 或是比较大型的训练中心 他们也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地点 对不对 好那他的网站 是不是就可以让人家知道说 哎我在哪里有个 在哪里有个分校 在哪里给你有个分校 然后甚至于像 学校部分呢 他还可以让人家去预约 所谓的这个 这个课程啦 或是下 让家长去下载一些 重要的家长须知 那你看前面的网站 看起来就是不丑 但是就是一个很老旧 你看就知道是一个 老旧版型的网站 那你看我们现在后来 把它改办成想应试之后呢 你看首页一进来 立刻就有两个在 告诉人家 还有两个不同地点的 这个分校 一个在纽约 一个在康乃迪克州 好那这边 小朋友很可爱的图样 然后这边也会 有一些资讯 甚至于影片 可以分享给这个家长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谈论网站技术 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在台湾 可能很多人 还是会很喜欢去 讨论我们的技术怎么样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有再高端的技术 但是在行销这一块 我们没有办法帮客人 做好的话 我觉得 比方来讲 还是没有办法 达到他最终的目的 所有的业主 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曝光 为什么要曝光 因为要有声音 要有订单 要有流量 要有人家知道他这一家 这个服务跟这个商品 好这就是行销 最终的一个目的 好那再来呢 你看这个也是 我们台湾的一个 先前的我们讲师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案例 好他是透过我们的 Google关键字的一个 曝光去增加 他的这个被搜寻的一个 机会 甚至于进而增加 他的一个 这个收入的部分 然后让他的这个生意 能够在 不是不是假日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非常的好 好所以 今天这堂课呢 其实综合起来就是 我刚刚前面讲的 让大家建立一些 比较基本的观念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谈 所谓的网络行销 网站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在谈的不是只有一个 所谓的伙伴商店的通路 我们在谈的也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有比人家多便宜 我们有比人家 多怎么样 而是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比较 高的角度去告诉业主 你应该要怎么做 对你才是好的 那这一些怎么做的工具里面 又有哪一些方向 是你可以值得去思考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带大家去想想 他的消费者在哪里 他的消费者行为是什么 那透过他的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我们来帮他 跟他一起讨论 那到底什么样的行销方式 对你是比较有用的 对你是比较有用的 好像这一些呢 都是我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呢 让大家可以去重新的去整理 然后呢重新的去思考 接下来你要怎么跟你的潜在对象 来做一个交谈 好 那么在今天课程结束前呢 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你们大家是记这个 收拾讲师之后 第一批知道的 在我们的这个 大家可能现在都有发现了 我们销售会谈的前一天 其实我们的产品专员 就会把打电话跟你做这个交谈 就是先跟你讨论 因为我们有见到很多伙伴 跟我们反映说 啊我们可能都已经到了客人那边了 那专员打来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讲什么 那也不方便讲 那这样子其实好像没有达到一些 事前沟通的一个效果 所以后来呢 我们跟网络中心讨论了之后呢 我们在去年12月开始呢 就是让专员试着 可以在销售会谈的前一天 来打电话给你 所以呢 如果你要约销售会谈的话呢 我会建议大家 至少给自己留个两到三天的时间 不要说 因为他要会谈了 你很开心就赶快约今天 约明天 你可以空个一两天 当然目的也是 不要让老板觉得你很闲 好像你只是在等着跟他会谈 你就跟老板说 其实我这两天啊 我都有行程 还蛮忙的 我还要去谈别的案子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跟你跟你约 今天是礼拜二嘛 那我跟你约礼拜四好不好 好 类似像这样的方法 多给自己一两天的 这一两天 你还可以去做很多的功课 甚至于让老板去想一想 还有什么问题他当初要提出来的 好 重点是在礼拜四会谈之前 就是礼拜三的时候呢 我们专员就会先打电话 给你跟你做沟通 好 那么呢 在昨天晚上呢 我们的系统有更新嘛 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那系统更新的这一次呢 其实今天下午呢 技术部门的这个经理就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新的内建功能 可能大家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记得你们做完销售会谈的时候 完成了之后 大概在48小时之内 网络中心就会指派产品专员给你 那你怎么样知道 你的产品专员是谁呢 你进到你的销售形势力以后 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活动清单的部分 你看到活动清单以后 找到你预约的那个会谈 你打勾之后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你指派的专员是谁 好 那么当然呢 今天这个技术部门经理就告诉我说 如果安排 他一定都会提早安排 也就是说 你很有可能在不到48小时之内 你就会知道你的产品专员是谁 好 那当然你知道你的产品专员是谁的时候 可能你会想要先约时间吗 或者是说 你可能会想要先跟他沟通一下 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呢 你会发现你预约会谈的那个下方 有一个叫做备注栏的地方 如果你还有什么事情忘记写上去 或是忘记告诉他 或是要提醒他 或是要跟你的产品专员沟通的话 你可以透过那个备注栏的部分呢 留下你的资讯发送出去 那么我们的系统呢 就会自动把你的这个资讯 发到指派的那个专员手上 你就不用去记这个专员的email是什么 然后他还要胆量去客服问他 他说你的专员的email是谁 好 那么甚至于呢 在整个会谈结束之后呢 如果你还需要跟这个专员再进行做后续的沟通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备注栏的方式再上去留言 给你的专员 可以接到你的这个资讯来跟你做联系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支援 因为让我们也可以跟产品专员真的很贴近的 一起去把这个会谈完成 然后甚至于呢 去真的去解决到老板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真的一个teamwork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呢功能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在今天呢 也已经告诉了所有的受证的这个讲师 那所以呢 讲师在101的课程里面的时候呢 也会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然后提醒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这个呢 是今天呢 我特别有来上课的呢 就赚到了 好 我们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加强性的一个新的功能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产品专员 我刚刚讲 其实就真的有太多的东西啊 包括我自己都不一定记得住 那如果说呢 你能够做好咨询这一块 把跟前面我刚刚讲的引导式的这个观察啦 或者是资料的收集呢 都能够做得很好的话 后面的产品专员的会谈这边的部分呢 真的是可以帮到你非常非常多的忙 好 那我们今天课程呢 就在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下礼拜二晚上呢 一样会有我们的训练课程 那请大家要记得上线哦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